大家好 歡迎來到記錫文頻道 我是美玲 先請大家來看幾段視頻 中國大媽不知道從何時起 成了一個貶儀詞 跳廣場舞擾民 在日本爬到櫻花樹上拍照 甚至還把腳放在飛機的小餐桌上 華人大媽成了貪小便宜 沒有公德心 素質差的代名詞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中國大媽這個話題 就在幾天前的9月14日 在東京宇田機場 發生了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兩名中國大媽 意思是因為插隊竟然打了起來 讓各國旅客紛紛側目 有其他日本旅客幫忙勸說 有現場目的者表示 是因為有一個大媽想插隊 另外一名大媽上前理論 兩個人是互不相讓 有口角爭執演變成肢體衝突 結果現場一片混亂 在保安干預下 兩個人終於停止了這場鬧劇 相關視頻迅速在網上熱傳 引起網友熱議 一些中國網友批評兩人的行為粗魯 說這種大媽去世界各地拉低中國人的水準 與尊嚴 也有網友調侃道 讓日本人見識一下 中國大媽的戰鬥力 中國男族要這股拼勁 怎麼可能會0比7輸給日本 中國大媽在海外出鏡洋相 在國內做得更過分 上個月有一個視頻 火上了熱搜 引起眾怒 8月24日 在桂陽飛上海一架飛機上 有兩位大媽 因為忍受不了一個1歲多小女孩哭鬧 竟然把小女孩從奶奶身邊帶走 帶到廁所裡 對她進行所謂的教育 還不讓小女孩的奶奶進去 在霞窄的洗手間裡 小女孩哭得撕心裂肺 不斷喊著奶奶 大媽一邊用手機對小女孩拍視頻 一邊雲淡風輕地說 不哭了就可以出去 不哭了 阿姨帶你去找奶奶 另一位大媽子更兇 指著小女孩恐嚇說 嘴巴閉起來 別哭 小女孩被嚇得不出聲了 大媽要抱她 她渾身發抖地甩開 大媽繼續恐嚇道 不要抱你就站著 什麼時候不哭了 我們什麼時候就出去 小女孩被一通說叫之後 忍不住又哭了起來 說要找奶奶 拍視頻的大媽把小女孩抱了起來 可憐的小女孩已經哭得身體一抽一抽的 這道小女孩氣不成聲地說 好好 她們才答應把她帶出去 不哭了 阿姨帶你去找奶奶 聽到沒 別哭 好 之後不哭了 阿姨就帶你出去找奶奶 好 阿姨抱 抱抱 對 抱抱 小孩子坐飛機時 耳磨受到欺壓壓迫 難受哭鬧是很正常的 結果竟然被陌生人強行帶到一個密閉的小空間裡 還被恐嚇不准哭 這會給小孩子心裡造成多大的陰影 最離譜的是 這個視頻是大媽自己發出來的 而且還配上文字 自立行間都透露著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們不讓她奶奶進來給小女孩立規矩 這個視頻在網上曝光以後 引發大量爭議 網友們炮轟說 連這麼小的孩子也容忍不下嘛 這跟綁架有啥區別 也有留言說 這是虐待兒童了吧 為啥陌生人可以帶走小孩呀 竟然給不到兩歲的孩子立規矩 兩天以後 涉事航四的吉祥航空發布聲明說 經過何時 該兒童與她祖父母共同出行 分析途中 該兒童持續哭鬧 為避免打擾到其他旅客休息 在其祖母同意之下 兩名旅客將兒童抱至洗手間教育 過程當中 兒童的祖母一同前往 並在洗手間門口等候 有網友說 沒想到孩子奶奶竟然同意讓陌生人把孩子帶走 洗壓壓的耳朵 小朋友不舒服 哭鬧也很正常呀 我真的非常不理解她奶奶 也有留言說 小朋友是要管教的 但是也輪不到你陌生人來管吧 而且才一歲多 等到四五歲才有理解能力吧 還有一齣鬧劇 還是在飛機上 也是因為孩子的哭鬧 一位母親在重慶機場大鬧頭等艙 今年的8月15日 因為母親帶孩子坐飛機 其他乘客正安靜地等待飛機起飛 這對母子進入機艙以後 孩子就不停地哭鬧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孩子 不但哭鬧 還在狹窄的過道裡跑來跑去 甚至試圖闖入頭等艙 按理來說 做家長的應該制止孩子 並安撫孩子的情緒 可是這位母親非但沒有制止孩子 反而跟孩子在後面 一起往頭等艙走 機組人員表示 沒有購買頭等艙的票 不能進去 整個事件最終導致航班延誤了整整一個小時 給所有乘客帶來了不便 有空啊 為什麼不行啊 啊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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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什麼話呀 整個事件最終導致航班延誤了整整一個小時 給所有乘客帶來了不便 網友們紛紛表示 機票上已經訂的位置 可以亂換嗎 夜空外也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 到底有沒有常識呀 別出門丟臉好嗎 中國大媽喜歡以老賣老 一位大媽坐飛機想與別人換位子 被拒絕後開始辱罵對方 去年6月20日 一架從青島飛往瀟陽的飛機上 一位大媽一上飛機就坐在一個靠窗的位置 其實她的座位是在中間 這靠窗的位置是一個年輕女孩子的 年輕女子上飛機以後 大媽就跟她說想調換位置 但是被拒絕了 所有兩人發生激烈爭吵 大媽以老賣老 說自己年紀大了 小年輕的就乖給我讓座 年輕女子也是不甘示弱 說我憑啥給你讓座 小年輕人學好 你知道吧 人都不吵了 人都不吵了 媽媽 我小孩 我小孩怎麼帶 我小孩我就憑那 我就要給你讓座呀 好看好飯 你媽 大媽說自己陰機 如果不換座位的話 就會吐她一聲 而且自己還有高血壓 心臟病 如果犯病了也要由她負責 大媽老伴就坐在後排 威脅說 下飛機就準備給這女子揍一頓 有什麼我小孩就要給你讓座啊 換位置吧 你倆抓住啊 我有什麼小孩什麼呀 那我再說 我怎麼這怎麼錄影啊 她便要罵我啊 她便要罵我啊 你干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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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要上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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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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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阿姨 现在你去过了我了 你挑着个队去咱们走了 咱家那屁股别后面的 他俩打他 他俩打他 没事儿 当时帮你收拾 咱不收拾了行不行 后来经过航班乘务人员再三劝解 将两人分隔开 航班起飞 后来航空公司将大妈的座位 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 才平息纠纷 但涉事的江西航空回应称 他们是将大妈 调换到客舱的其他空位上 不存在升舱 两位旅客情绪稳定后 该航班正常起飞 很多网友留言说 哈哈 怎么能吵架 还怕晕机 高血压 心脏病 也有留言说 为老不尊 让做事自愿的 为什么要强迫人家接受换位 真的很过分 应该让大妈下飞机 扰乱飞行 前面这个大妈 已经让人看得是目瞪口呆了 但还有比她更让人受不了的 2018年10月28日 从南宁飞往哈尔滨的南航CZ-6317航班上 有两位大妈直接把脚放在前排椅背的小桌板上 这个小桌板一般旅客是用来吃饭或看书用的 前排乘客提出异议后 大妈竟然跪一把脚伸到前排乘客的胳膊和肩膀上 前排乘客受不了了 向空姐投诉 空姐提出让大妈们坐到前面 大妈们说自己跳芭蕾舞脚受伤了 不想调换位置 继续晒脚 还指责空姐和其他乘客没有同情心 这位乘客纷纷表示不满 我说你知道吗 这个安全住场就这样不是什么 我就是因为他是这种毛病 提供自己的安全治疗 我人家人家说一下子 不要认为这么格式 我用立法的潜秘凭着会换 他就换个人 他换个人也换个人 他换个人 他说伤了 他说伤了 两人的恶劣行为在网络上曝光以后 以发网友炮轰 骨折了还出门旅游 隔着屏幕都闻到脚臭 不是脚骨折了 而是道德骨折了 大妈们不但在飞机上搞得鸡犬不宁 在邮轮上也是一样 今年3月中旬 MSC荣耀号从上海开启首航 一系列尴尬场面 就在邮轮上发生了 当天中午闹腾就开始了 首先出问题的是自足餐市区 豪华邮轮上一日三餐全部都是免费的 自足餐不仅是品种多 而且味道还很好 自足餐厅晚近一秒钟 就连渣都不剩了 待发上来好的食材 待大妈们便开始洗劫式哄响 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够吃得完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吃不完就直接丢掉 一点也不心疼 有的游客抢不到饭菜 而大妈们吃不了就扔掉 每到用餐时间 餐厅必然会发生几起吵架事件 多数时候是因为大妈们插队引发的 由于人多 餐厅肉口小 进入校排队 带大妈旅行团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往里挤 冲破工作人员三四道防线 居然冲开餐厅的不断开放区域 不要抢先进去用餐 这还不算什么 到了晚上好戏开眼了 他们无视游轮的规矩 无数个大爷大妈们 直接在公共大厅里 齐声高唱哄歌 跳广场舞 也不管周围游客喜不喜欢 自己玩得很开心 有网友提醒 千万别小看大爷大妈们的战斗力 他们六年前 还把喜业号游轮给吃垮了 2017年 全球三大游轮品牌之一的 诺维珍游轮公司 为中国市场专门打造 豪华游轮喜业号 轰轰烈烈 越行一年以后 黯然推出中国市场 外界认为 喜业号是被大爷大妈们给吃垮的 喜业号是有28家餐厅与酒吧 包括10家免费餐厅 10家特色餐厅 15家茶室 以及酒吧和酒廊 更有24小时 全天无休的客房送餐服务 搭乘过喜业号的游轮的游客说 带大妈们狼吞虎愿的吃相 非常难看 面对24小时 共用的自助餐挥霍无度 一次夹取一堆食物 吃不完就直接丢到桌子上 尽管餐厅中到处贴友 其拿少取节食物的标语牌 但还挡不住大妈们 面对免费食物的热情 在进入餐厅之后 这些大爷大他的行为 也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 因为他们完全就没有把排队放在眼里 为了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没有把他人的感受放在眼里 甚至还有一些人把工作人员一把给推开 完全没有秩序可言 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些免费的东西 全都拿到自己的口袋里 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觉得 这些中国的大爷大妈这样的行为 实在是太给中国人丢脸了 因为这艘邮轮上还有很多外国人 如果因为这些大爷大妈 就导致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大下跌的话 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等到吃完饭之后 大爷大妈们也完全没有半点要休息的意思 直接就跳起了广场舞 甚至还把音乐的声音放到最大 完全就没有考虑旁边其他人究竟有着怎样的 在五天航程里 喜悦号共消耗了60吨肉类及禽类 20.5吨鱼类 7吨西瓜 一吨香蕉 是一吨土豆 5.2万个鸡蛋 以及750加仑牛奶 这个数据是其他地区同一级杯游轮的五倍 最终许昊挨了一年后 就悄然退场 大妈们在游轮上搞出各种尴尬的场面 来到海外也是一样 就拿买菜来说 大妈在超市里买菜 东挑西捡 把坏的菜挑出来 只装好的 如今在一些华人超市 在高丽菜摊位上 常常要摆着 不要拌叶子的标语牌 在冬瓜摊位上摆着 不可以挖掉籽 在白萝卜摊位上摆着 不可以拧掉萝卜蝇 在芹菜摊位上摆着 不可以栽掉叶子 还有的超市 提前将菜和水果包装好 顾客只能是一包一包的拿 避免调解 超市的这种做法 显示为了防止大一大妈妈的调解 是中国人天生道德败坏 素质低下吗 当然不是 分析认为 是共产党制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问题 诚信问题 很多华人生活在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为什么那里的华人 没有发生道德危机 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 那里也没有发生道德危机 台湾人也是华人 那里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的比较好 人道德水平也比较高 中国人道德缺失 究其原因是共产党对民众 长期洗脑教育的结果 共产党有意破坏中国人的民族文化 颠覆人们的良知理念 把人逼回丛林时代 讲什么素质 只要能够苟且偷生 什么事都干 中国人已经到了人人互害的时代 共产党是造成中国社会 道德败坏的根源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